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最近在網上發現了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首次刊登在2023年7月 而今年2024年7月,將它修正和修正 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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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亚米森的小孩没有癌症、糖尿病或自闭症 大家都知道,刚才提供提供提供的三种症状 其实在一般现代人的文化人类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小孩患有自闭症,在美国来说也相对很多 这是100% 当然他们的文章继续说,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以前的网台也介绍过 也有好几集的,是讲及亚米森这些人的病 很多自闭症根本是没有的 大家知道,原来他们100%是不打任何疫苗的人群 而这些刚才所说的病 例如自身免疫病、糖尿、烤喘、过度汇药、集中力专注问题 癌症、自闭症、心脏病、关节炎 可以说,在美国的10元小孩里面 有54%是有这一类的病 两个有一个 不是一种,只是多种 美国普遍的10元小孩 患这种病是有54% 是很高的频率 为什么呢? 是亚米森群的10元小孩 是0 是完全一个都找不到的 有些人说,因为食物的关系 他们吃很多白糖白面粉 没有营养的食物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打针 当然,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很不同 在美国,在Pennsylvania州里面 有大概5万亚米森的人 在Ohio都有8万2千 在美国可以说,有32个州都有亚米森的人的社群 可以说,他们的人口在美国差不多近40万人 我自己在加拿大Ontario开诊 我整个早期,其中一个诊所是在佛仔 佛仔里面也有些阿弥士的人 有些是成为我的病人 很多时候,他们很喜欢送一些东西 送一些自小的牛奶、自小的牛油 这些是香港人没有机会吃的 但我记得他们时不时会带一些礼物送给我的 在文章里提及到这些阿弥士的家庭 一般普遍来说,他们也有7个小孩 并不是一两个小孩 其实都是大家庭 而且他们的生活里面,很传统上 我们一般说的,很简朴的生活 衣着方面也很简朴 黑白,没有颜色的 不会说花点花绿 亦崇尚一个和平和基督教的心态生活 他们的生活上来说,也比较野外一些 不会用很多现代的物品 像天主那样的生活 亦不会上去,大部份时间 他们都是自己自急自足的生活 有很多家庭的家庭聚集 他们的社交活动都会在自己的社群里完成 他们还很特点,他们不开车 他们还是用马车的 所以我记得以前在扶仔的诊所 不是很多人都好 有时马匹在旁边 有时都看到一些事在路上 他们会执起来 所以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在减薄生活,接近地气,接近地面的生活 他们都不会用任何的西弱 所以我当时作为一个治疗化医生 和治疗化医生和治疗化医生 在那里,他们也有很多这类的病疗 喜欢找我们 因为他们不喜欢吃西弱的群体 很多都是自急自足 包括医疗方面都尽量自急自足 他吃东西方面 当然是自己养的动物 鸡、牛和种植 全部都是自急自足 所以可以这样说 美国来说是最健康的群组 接着他说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新冠 因为这个是说新冠的情况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在新冠期间 亚米沙人的死亡率是少于美国的90倍 就是90分之一的死亡率 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们是否完全没有病呢 他们完全没有追随美国有物管理局的指引 例如他们没有打针 完全不会打针 也不会戴口罩 也不会隔离 社群隔离 是完全没有的 是是是 所有的所谓国限 他们完全没有遵守 好了 他们没有病呢 有病 一样会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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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会感冒 90%的亚米沙人都患过新冠病 90%都患过 但是死亡率是少 很少很少 其实新冠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急性感冒 不用说到这么久 中了之后会死亡 世纪大灾大病毒 好了 这个亚米沙群体里的数据 在美国有人在国会提出 当然有什么可以做 他们都不会 如果我们不是找到这篇文章 大部份香港人都不会提 一点都不会提 虽然我很多年前 我都和大家分享过 那个亚米沙是完全没有自闭症的 当时我看的资料很详细 他们当时好像找到两三个 但这两三个小孩都在外面领养回来 很可能在领养之前 有些人都打了针 但是这篇文章很清晰地告诉你 不单止是自闭症 心脏病、癌症、哮喘 一般那些 所谓现在的文明生云仔的 盲症病 在亚米沙群体的小孩 是零 是零 所以希望大家从中有些学到一些东西 知道很多现代人常做的方法 其实对身体一点都没有好处 是的 我们有时在传媒上看到 除了我们刚才提及的那些 也在现代现今的年轻人里面 很多暴力倾向 这都远比起自身患有这些癌症 心脏病等 这些对社会上是更加危险的 所以大家都应该看完 或者听完我们今次讲的这一辑的时候 都应该要反省一下 究竟很多时候以为是做了一些保护的工作 其实是相反的 对本身的健康问题 是作出一个很严重的伤害性 看回我们新冠的例子 其实很多国家都没有大量打心 比如非洲国家 非洲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源 没有这样的资源 政府也不会供应这些东西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 那有没有整个国家死亡 整个国家 不要说整个国家 50%国家的人民死亡 为什么没有统计呢 他们不敢统计 幸好阿米什的群体 有人统计了 始终是美国的地方 他们会有简单的足够统计 反正是凌死亡率 凌患病 而死亡率 是美国普遍人的九十分之一 少于九十倍 九十倍 九十倍 都还换了新冠 只不过他们当作急性的感冒去处理 我也记得到 我从早前也看过相关的 他们不单没去隔离 他们还故意聚集 在一起 用这些感染 过了他们 因为感染后 至少便会有免疫 我当时记得他们说 他们不单没有隔离 如果有人有病 都正独特在一起 大家百万万百感染了 然后搞定处理 所以变成了他们的死亡 整个群体的免疫很强 90%都患了 死在新冠中,比起普遍的美国人打针 是90倍的少 90倍 反省一下,究竟有些急性病是帮助我们? 是这样的措施 因为有人预期,这些流行病会陆续有利 希望我们能学到 因为这次的新冠,我们的处理手法是绝对错门的 初期我已经建议过,提议过 因为警报是不能挡的 你用这些极度的措施 叫人背起家,不要上班 对社会的伤害是大得 现在还在搞怎么办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了拿政府钱 养了几年,然后就不用上班 很多人已经不想上班了 发现很多公司过夜不行 你一定要上班,不可以不上班 早期就说不错,不上班也挺好 但不是所有工作都可以 很多行业一定要人在 服务行业怎可以不上班 所以有些国家的措施 招揽外来的人 自己国家的人推不动 招揽外来的人 所有的崗位都要有人去补偿 做到这样的措施 用外劳,多点,唯有这样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向袁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我们刚才在节目内提及的 健康产品或疗剂 可以联络 陆创业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听众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感谢袁医生 拜拜 好 再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